在門口掛到大大的寶寄有一種日本的文青館 在兩位店面集中一個養餐廳 裡面做方向這間店在這裡地邊壓抹 店來維持的好處味也是大家共同的記憶 滷肉飯、四目魚粥這樣比較單純的 後來他們就有一些新的改變這樣 幫我們做一些一口污椅子 然後一些裝潢改變 現在做的口碑客人反映的都不錯 店來招牌就是海鮮意味、海鮮湯一隻肉色飯 尿著新鮮的食物就是像在賣店 行李是像合得不贏不贏 但是每天遊玩堅持持用新鮮的機會 現店現煮來維持品質 在旁邊的食材也都是台南在吃的米味換來吃不到 像老闆娘就是媽媽她會比較想說 因為我們可以少賺一點 但是給大家吃好一點 就是吃多一點這樣子 對媽媽是想說是這樣的想法 外地他們做工作也是蠻辛苦的 那就互相要活力多消這樣 像我們鵝啊、蛤蟆 我們就一定要用當地附近的 像七骨啊 一定要用他們的鵝啊 魚露就是都採用雪甲魚 就是我們都 我們備料材料都是 盡量都採用當地的那個產物啊 兩位老闆年紀輕輕 所玩意煮到一個地方打拼 煮出一碗還有一碗米味的料理 看到來店裡用菜的人客和老闆的活動 麥菜感受到燒點不只飄到米味 竟然飄到濃濃的冷靜味 南天是無聊算總君菜方不道 就這樣看著 這個地方 好,好,好 好,好 我了解他 我不回答 好,不回答 好,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